在这看就密密麻麻 让你多说点 说王一博是去台上看天天向上的 然后还有公子领 我也跳跳舞啊 我搬我的钱我也拿了 对啊 跳舞多好啊 哎呦哎 真棒 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 对不对 说也许我很优秀 很努力 然后跳舞很好 但是看了那么多期 天天向上似乎看不到我的改变 然后作为一个主持人 不能站着一直不说话吧 然后虽然大老师嘴很碎 嘴很碎 现在连带大老师 雅松先说我 连带大老师一起骂子 你好 好爽是吧 然后作为颜值代表 还不如放一张照片在舞台上 你看这个话重点 他说我很优秀 很努力 跳舞很好 但说大老师嘴巴碎 不是吐槽大老师 他主要在说我 主要是说大老师 这一条应该规定给上了 你们俩拿反了吧 大老师说话好笑 话多 然后风格说话也好笑 韩哥呢 说话话多好笑 又有内涵 那我还能 你这骂了很多人呢 我能擦 我能擦上话我也 对吧 要不你上来说说试试 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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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 这好 来 我们一开始来天天像 也是这样的啊 好 前锋到你了 我到我了啊 我念吧 哎 哈哈哈哈 前锋是昔日天天像上最帅的主持人 现在却自暴自弃发福似大叔 都快把汪涵挤出屏幕了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够狠 这个够狠 汪涵先不说 其他以前的天天兄弟已经被我挤出屏幕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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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来开月云鹏了 月云鹏就是靠卖萌耍剑的表情 别人的相声是听的 他的是看的 就是回到那个曾经拿着说音机 听评书 听相声的年代 他根本不行 挺好的搞笑艺人 干嘛非要说相声 怎么还思考上了 哈哈哈哈 说中了 说中了 扎心了 扎心了 他觉得那人说的有道理 哈哈 彭哥 别 不是 不是 他觉得很深刻 啊 对 哈哈哈 他说的有道理 关键人 哈哈哈 觉得有道理了 对啊 回家要琢磨了 这事 就我就不不回复了 因为确实有道理 确实有道理 你给他点个赞 对对对对 点个赞 第二个 第二个太好了 约鹏太恶心了 怎么会火 哇 有道理啊 哈哈哈 都有道理 好 第二条是你自个发的吧 你不是说 哈哈哈 我这两条啊 第一条 如何评价郭麒麟的相声 四个字 不提也罢 哈哈哈 他只是个减肥成功的典范 哈哈哈 哈哈哈 更狠的在这儿呢 太狠了 这个我觉得还行 有道理 哈哈哈 这起码我减肥 还成功的东西啊 还能有些没成功的 对不对 黄说相声 我要说减肥能给您当一个 励志的目标也一样 也一样 都给人带来欢乐 对不对 第二条 第二条啊 第二条啊 郭麒麟没什么天赋 要是真想接郭德纲的班 突飞等哪天突然开窍了 不然迟早砸手里 哈哈哈 就一个 人家迟早就砸手里了啊 对你去迟早啊 我为什么要接郭老师的班呢 还我非得等哪天开窍了 等这位观众 开谁的窍把他的窍开了 不不不 哈哈哈 你就是要开窍了啊 那你说哪天我要开窍了 哎就能接班了 对哎 这个观众要是能开窍呢 哎他也就不纠结在我这 哎 说到哪儿了 看吧